哈囉,歡迎回到薩豐小秘訣 在薩豐的執法上有所謂的替代執法 他們的用途就是在因應不同的演奏需求 會有不同的執法按鍵方式 而選擇的基準點就包含了前後音符的運作是否順暢 音色、音準是否適合 演奏者的習慣等等 今天我要來分享幾個我自己慣用的執法 並介紹他們的特性及功能 首先是第一個執法 記憶的方式是 食指、五名指、食指、五名指 罵髒話 它的特點是聲音渾厚有個性 容易做出失戀音的效果 敬請 阿 顏 阿 這個執法在演奏上不算順暢 使用時機通常都是音色的需求 第二個執法是最常見的執法 有一些教材也都會提到 相對第一個執法是更穩定好控制的方式 也可以增加右手小拇指來增加穩定度 演奏上不算順暢 但較穩定 吹奏長音或需要音色細膩變化時 會使用這個執法 第三個執法在演奏上是最方便的 它配合front key的執法 手部就不需要太多的動作 我通常會用這個執法來演奏連續的音符或音階 超高音的執法還有許多可以開發的空間 很多執法都是被釋出來的 甚至不同的樂器 可能無法用同樣的執法演奏一樣的音符 所以除了參考書本及資料外 多多嘗試也是會有很大的幫助哦 如果你有自己特別慣用的執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薩斯風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及提醒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一次最新的影片哦 薩斯風小秘訣 我們下次見